我們該怎麼處理 台灣有這麼大的大廠 他在選舉的時候會幫我忙 而且他做的事情別人也在做 還有回饋金 今天就算你比較衰 你會不會碰到 所以我就要講說 我們每一次都要講齊柏林 要是他沒拍到 我們再過5年10年 我們也不知道 這個東西 他是新加坡人的這件事情 能不能夠只有到他 是一個很嚴重的 而且是一個我很懷疑的問題 但是即使他不是新加坡人 我都認為 這件事情燒不到張先生 因為下面的林遣堂 那你覺得他知道嗎 我覺得他知道 但這個東西講話要有證據 我沒有證據 我的意思是說 當一個這樣子 這麼年營收2000億的日月光 你可以 他內部 這種大工廠都有ISO 90年級的認證 他有每一個環節每一個環節 我今天要做什麼 我要買什麼 我要做什麼動作 他有一定的流程 要經過董事會 要經過所有的控管 然後如果下面有哪一個 沒有做到 直接到百分之八十幾 還要再回來寫報告 就是說每一個動作 都是必須要在工廠裡面 要做考核的 而且效率要有 我接了單之後多久要出去 你今天接的那個管 海放管 你告訴我說 我不知道 這個基本上 不太能相信 我們從一個常理好不好 現在是副總被 500萬交保 副總會去說 為了公司的營收 為了公司的利益 你們要偷牌喔 你偷牌去公司 這麼多 贏了人心碎 現時月光他現在 這個K機場的廠長是收押 我們合理來想 照一般邏輯 K機場廠長他敢講說 去接一個海放管嗎 不會吧 他敢嗎 我這樣講 就是說敢不敢 那另外一回事 他有沒有必要這樣去做 我今天做一個廠長 我今天做工廠的排污水處理 我一定是跟上面去報 我需要多少的資本支出 我需要怎麼樣的 我們這樣做好不好 對 我要做什麼樣的容量 包括我需要什麼設備 廠長他幹嘛去擔這個責任 他幹嘛說 我今天為了公司要節省成本 趕快大家趕快去接個海放管 好 那到林顯堂 他是整個高雄地區的 最高的負責督導的人 到林顯堂那邊去 他會說我今天要 為公司省成本 然後我們去 K5K 7K113個廠就接大股 在日月光多少年了 他有一定的授權 他已經是位階非常高 他再上去就是總經理 他有一定的授權 所以會不會就燒到他而已 那就要看他要不要扛下來 講白話就是這樣子 如果說林顯堂講說 這些全部都是我個人做的決定 然後你又沒有直接的市政 指向張宏本或是張潔鎮的話 我現在講的是說 從常理來講 你受僱的人不會去做這個事 對 沒錯 無論如何我覺得 不管法律責任什麼 張錢森 張鴻門是脫不了責任的 就是說因為1984年 日月光設立是張錢森設立的 你起家在高雄這麼多年來 29年來這個公司經營了30年 即使你現在講說我已經脫離第一線了 我不會管直接到廠區的經營 但是整個廠區當時是由你手上建立起來 然後你不了解整個廠區的設備 包括整個廠區的運作 這說不過去的 我要與觀眾朋友聽一個比較簡單的概念 大家去想一想 大統長機買了棉子油來混的時候 是下面的調油師自己發現了以後 自己調一調以後跟他講 反正你也不知道我怎麼做的 反正我幫你賺錢就對了 他說好是是這樣嗎 他當然要老闆去外面買棉子油回來 才不辦法再做這些事情 而且他還怕大家知道 所以只有三個人知道整個調油的過程 因為他做這個事情是為了獲利 可是過程不想被知道 今天熱光K7他接了一個海放管 他真的已經接 這個不是說電線插下去就好了 他就裝這個管 公司裡面有多少人知道 上面的人可不可以不知道 我要問一下 他這樣子的海放管 或者說直接排到後進溪污水沒有處理好 這樣可以節省多少成本 這成本節省多少 有專家算過一個廠的一年污水處理費 大概7到10億 我上面看有媒體有說有去問專家 一個廠一年是7到10億的錢 對啊就是這價錢高到夠偷跑嗎 當然夠啊 違法 對啊你如果說省個幾千萬他幹嘛省 我覺得除了這個價錢 7到10億 除了說這個 不是2千億的營收的藏 我跟你講這個事情就是這樣子 開公司他當然希望他的 追逐最高利潤 盡力越高越好 他這樣做除了省成本 另外一個角度來思考就是說 如果說沒有大環境的因素來配合 他這成本也省不掉 今天高雄K7廠的廠長為什麼會被收押 是因為他說謊 他為什麼會說謊 是因為檢調查出來 他跟下面的直接基層人員 就日月光的廠長區人員講法不一 因為日月光廠 他為什麼會看到那個海放管你知道嗎 是因為日月光 他不是去傳了日月光8個員工嗎 還有包括相關配合廠商嗎 結果那個員工就跟檢察官講說 我們還有接海放管 結果檢察官去問廠長 廠長說沒有 所以廠長是明知有而說謊 所以他被收押 然後你想想看 這就是基層人員他們是照章行事 所以叫我去接海放管 我怎麼會知道環保局有沒有同意 我就知道加工廠我去有同意啊 我去接啦 配合廠商也是有錢拿他去做啊 那高雄市政府的環保局的人員去查廠 你覺得 宏一哥我們這樣講一個簡單的邏輯 你覺得第一線人員 他會決定說他要進廠不進廠嗎 應該是上面要他 當然嘛 就是說第一線人員算什麼嘛 講白點 你說今天去拿樣品的人 或是說去抽底泥的人 他們是第一線的技術人員 他們真的能決定事情嗎 剛剛宏一問到一個問題是說 張潛生是新加坡人 我們辦得到他嗎 誰說辦不到 只是要看政府有沒有決心而已啊 政府有決心誰辦不到 美國人都辦得到 你講個AIT稍微一下 你水無法 你用水無法 你可以辦到他什麼啦 問題在這個地方 他現在是用公共危險罪 公共危險罪 你水無法就是劃錢而已 最主要是公共危險罪排放 有毒物質進去的話就可以辦了 那是至少5年以下有期徒刑 那麼重點在於政府要不要辦 政府要不要辦的 你別忘了經濟部長是怎麼說的 你不能因為他偶犯 然後就把他打下18層地獄 經濟部長他自己 一個部長他自己公開在立法院 這樣宣誓的時候 他在說什麼 你不可以跟不相信 他很重要 對我們經濟 GDP很重要 我們政府的 中央政府的態度是這樣 好 現在地檢署的檢察官不管 他這個總廠長500萬交保 相信他會交保有兩個用語 一個是他可能透露了部分的事實 另外一個是 有時候故意放出去 桌放草 你知道嗎 有一次故意放出去以後 你一定會做一些動作 有一些聯繫等等 那麼現在的重點說 你說會不會傷到這個張潛生 董事長 總經理 依照現在的態勢看起來 不傳都不行 傳 我說的是傳喚 傳喚道案說明 並不表示說一定會起訴 但是一定要做這個動作 為什麼 因為很簡單 大家都知道 依照你來講 包括基層去代工的 包括基層在排水的 包括廠長 包括什麼總管理處對不對 這些總廠長 他們做這件事要做什麼 其實曹柳之月光 他這麼多的廠區員工 這麼多的時候 像這個案子要辦的話 要跨部會 你勞工局 勞委會要趕快出來 為什麼 因為他在停工的時候 所以才會有 所以才會有 拉紅木條 你停工 污染停工 你薪水要照發 你不能因為你錯誤的行為 然後對我們做這樣的傷害 你可以 對啊 就這個布條 你立即停工 薪水要照給啊 你可以這樣呼籲 他沒有要做到要怎樣 所以你其他的配套 你保障員工的這件事 你要做出來啊 所以很多人就用這個 我跟你講 現在台灣 最悶的一個問題就是說 我們經濟成長率不高 可是啊 經濟成長率被迫保二都沒辦法 你可以發現這些黑心的廠商 他們這些廠商現在獨留台灣 然後他跟你威脅 威脅說我有2萬個 我有4萬個 如果要不然的話就說 對我們這種什麼廠商 還留在台灣怕病 你都這樣子趕盡殺絕的話 我們不排除要出走 你不覺得他都在威脅我們嗎 其實大家看盡一個真相 瑞光 高雄所有廠區 聘請2萬個員工 其實我覺得高雄市勞工局 應該去查清楚 然後告訴全國的人民 這2萬個員工裡面 有多少是3個月一起的派遣工 有多少是外勞 就是說即使這個廠 即使全關了 我是講最極端的狀況 即使全關了 他對台灣的就業率 其實有多少幫助 我覺得幫助不大 因為派遣工三個月一支 你做三個月 你不知道後一支有了嗎 你也不知道 那個就是我講過 就是大家 就是大家輪流失業 你在失業率的數字上 你看不到 這三個月我有討論 然後後面三個月換穆華有工作 再三個月換王瑞德有工作 然後這三個月換偉漢 就一群人在輪流失業 那這個對台灣人 那天工以後他改善就可以再恢復 對 他現在其實 其實並沒有說這個廠關掉之後就不能重開 現在是說你停工改善之後我檢查合格 你就可以恢復 但是我覺得不要說用多少失業率 或是多少GDP的產值來威脅我們 因為其實我覺得道理很簡單 發展經濟我們有很多不同的方法可以發展經濟 可是後進溪永遠只有一條 台灣只有一個 我說的 第一 大家都說日月光 很好 我是覺得普通 顧及多少 今天開盤跌停板 然後盤中現在目前 我們錄影的時候跌6% 大概是26塊左右 二十幾塊的公司說什麼 普通啦 我們照顧財經的我們就知道 我們也不要說太費了 二十幾塊的公司 對不對 對 那麼 還像股價都不高啦 他大概最高也就三四十塊 但是老闆賺很多錢 還像股價是比較低一點 老闆說有 按照媒體的資料是說960億的財產 有的說是500多 如果說總共多少我們是不知道 可以最好 我為什麼說這個是很重要 以後我們會寫這個叫日月光事件 這對台灣的經濟發展 跟環保發展 是一個重大的里程 不算我們用什麼台東啦 如果一直講 他的就業 他對台灣經濟的發展 那這個事情又無錢 下次我們繼續污染 那就犧牲環保了 犧牲環保 我跟你講 那一條河是我們的生命之河 如果 如果詹純玉叫虐殺 其實我們在集體虐殺一條河流 叫生命之河 大家都拼命給他污染 給他死 裡面應該有生物的 應該有魚的 那沒有魚 如果這個成立 以後每一條河 我們經濟發展 都可以這樣 對 OK 好 我現在再回來講 其實日月光的紀錄很久 人家說難得 為什麼難得 第一 環保局要去採樣 結果他用什麼 用自來水去稀釋 你看 這麼瘋 對 魚醬 人家去跟他要那個資料 他提供假資料 對 電腦 電腦真正出來的是 很酸很酸的水 差不多2點多 2.2 對 結果一提供全部都是假的 四種 四種數據都假的 對 再來 他偷偷的 買海放管 第四個是他偷排水 偷排廢水 我說他是壘犯 所以呢 這個事情其實要有很嚴格的處置 至於剛剛講的那個什麼 重放的問題 我覺得也不要放過 為什麼 到底是環保署的機查大隊 還是高雄市環保局 還是男子加工出口區 有問題 我覺得這個要查清楚 洪宜啊 你知道嗎 任月光這次的事件 我們在這邊熱烈的討論 跟這次的檢調的大動作 最大的貢獻是什麼 你知道嗎 有一句話叫做 太假咖狗 殺雞儆猴 如果我連日月光這樣 黨政關係良好的大廠 我都敢動對不對 都敢一順法辦 然後你還要去收押 去判刑 其他的還在 現在還不斷的在投 我相信還有幾千幾萬家 還在投放 這些以後就不敢 這麼囂張的這樣排放 因為我覺得 台灣有一個人想見好處 想見特權 就是說我們台灣都是怎樣你知道嗎 好啦好啦好啦 人家那麼大粒 我們妥協 沒錯 我隨便再舉例 我都想不到你都沒說過 未前 現在的定薪 一年做才有四千億的成立 我們不要說多少 一年給他賺一項好了 你賺多少 四百億 四百億 但是那不是都他的股份 我猜啦 我沒有去查 如果他佔三成 就一年也有一百二十億的收入 他也賺十年他就千二億了 對不對 不好意思 千二億 你是要花幾台嗎 同樣掏啊 你一台如果花十二億 你要花十... 花一百年 一百台 一百台 油不是同樣掏 周處就花六十幾 不是啊 我問你周處花六十幾 油不是同樣掏 不是同樣掏 不是同樣的意思 現在 日語講張前生 他有九百六十億 同樣你一年花六億 九億六 這樣要花幾台 可以花一百台 我孫子要叫我什麼 我已經變九尾了 他在開嘛 那我的意思是說 為什麼這些人那麼有錢 還要做這種事 因為我剛剛 我第一個問或題 是張前生知不知道 大家研判 研判 是他知道 為什麼知道了 你這麼多錢 還要做這些事情 因為好極 因為我想要越好極 他們為什麼要做這件事 因為很簡單 他唱這樣 他就繼續做了 什麼 這樣是什麼 心中 心中 良心 我稍微忘了 我這樣就叫做無良心 不能期待富人的良心 所以我們上次才會講說 為什麼國外的很多富豪 他們後來都是會去把捐出來 其實那個還是 跟你心裡的富足感有關係 我上次講就是說 其實心裡還是窮 對 來 我們先休息 好 來 不過至少人家願意捐 還有長期來 因為台灣國外的採訪太好了 就是各方面的因素 出馬 出馬講 新聞 畫畫畫 說台灣怪事也多 這個一整個禮拜 10天以來 就是日月無光 日月光 看日月迷宮 現在都分清楚了 日月無光就對了 案情越來越清楚的時候 我不知道這是不是越來越清楚 還是越來越迷糊 這個高中